大家好,我是Paris 我發現不少馬主都將舊的馬名重用在新馬身上 但多數都是因為匹馬的成績好 有情意結 以下那匹就是這樣的原因 未來星期日上陣的金龍華 是馬主謝國輝先生舊名重用的馬 90年代美那匹金龍華服役期間拿到五折 評分曾經高達111分 現役的金龍華再趕已經上陣四次 近兩將轉跑沙田草地一里獲得第三 表現進步 他這次再跑一千六米 或者有機會打開勝利之門 另外,剛剛初出即勝的神奇小子 和上將在直路賽跑第二的氣勢宇虹 他們的中文馬名 在80年代以來已經三度被採用 究竟他們能否再有好成績呢 在這一年裡 相信大家都很支持自己喜歡的馬匹和騎士 到了季尾 大家一定要用力地支持他們 聽住 本年度最受歡迎馬匹及騎士選舉 現在開始接受投票了 你們可以投選最喜愛的馬匹和騎士 還有機會獲取豐富獎品 立即投票支持你們心愛的騎士和馬匹 好,二十二號截止,長程瀏覽馬會網頁 上季葉楚寒和高東來的冠軍練馬匙 致陣真是很刺激緊張 事關他們比賽 最後一場賽事分出勝負 最後由葉楚寒取得冠軍練馬匙的榮譽 不知今季又如何呢 不然一樣鬥得難分難解 臨近季尾,目前冠軍練馬匙的競爭 相當極烈 頭三位練馬匙的頭馬差距很少 現在暫時排在首位的蔡若翰 有五十六場頭馬 第二位,方家柏有五十三場 而第三位的高東尼 就有四十九場勝負 一日未到七月六號殺科 形勢一日有機會變革 大家拭目以待 顧軍騎連大到發這麼緊張刺激 他們一定會搏盡地爭取頭馬 如果大家想以最快速和輕鬆的方法 去掌握他們的部署 或者以下工具可以幫助大家 我說的是模擬賽馬程式 我們有一眾美女拍短片 教你們怎樣玩 看完他們的介紹 大家就可以用來備戰 預先為深水賽事模擬賽果 程式是免費下載的 詳情瀏覽馬匙網頁 最後提提大家 星期日會有沙田日賽間 記住回去好好備戰 下集見,拜拜